独家大酒保麻梨子蜜月夜放3点事业夜盘点保险套。 大酒保麻梨子Miriko和餐饮夜高层局Enry去年4月办婚宴,小俩口新婚一年飞去马来西亚蜜月,人妻大戒放天天穿比基尼袖34衣美胸,老公则嗨到把啤酒当水喝。 两人彻底放松游泳,散步,有无趁机做人,他称想先享受两人世界,也善尽保险套代言人职责,带了八个套子卖力用,但没用完,他笑说厂商很看不起我老公,送的保险套像做山一样,慢慢用吧。 Miriko蜜月行原本计划秋周两星期,英局Enry想要放松,最后选择去基隆坡兰卡威五星级饭店之旅。 即使是蜜月,两人作息也保持规律,一早六点半起床,先到健身房报道,接着吃早餐,回饭店休息游泳,用午餐等超优先行程。 英兰卡威啤酒便于,一罐约30元排币,据Enry从早到晚狂饮,一天最多喝到15罐,而当地一天气热,酒精随着流汗蒸发,也没有醉的感觉。 碧海蓝天美景下,Miriko六天换穿不同比基尼,不吝秀眉腿,风胸,老公也称赞很辣,他称在台湾比较不敢穿,但到了度假圣地,他又直击老外在游泳池旁直接脱下上衣换泳装,毫无遮掩,他笑说非常开放,就算我穿烂也没有事吗。 是否也促进做人计划,他说至少二年后再怀孕,也跟老公约定好先好好工作,他坦言还没有办法想象当妈妈的感觉,有不少想旅行的地方,像是印度、缅甸等地。 他笑说家里的保险套各是各一样,多得像一座山,这一次带了衣和去,我是敬业的代言人。 这趟蜜月行原本预算20万元,但Miriko重离博值,花费近约5万元,最后一天进多了不必要的费用,两人提早三小时前到基隆坡机场,却恰在缓慢的通关过程,工作人员效率凄差,最后竟赶不上飞机,从下午3点号到凌晨12点才安顿好。 重买机票,住宿费让旅费增加到6万7千元,虽然无奈,他一度情绪快爆炸,但看着老公EQ超高理性处理事情,他感动告白,这个旅程让我更爱他。